许多人听闻流感往往都会想到是因为季节的变换而导致引发的呼吸道传染症状 每年到了流感盛行的时间 卫生局疾管科就会积极的呼吁民众 平时应该多注意自身的卫生养成习惯 在流感来临时将可以避免多数人遭到感染 对此卫生局疾管科郑麒麟也为我们说明了以下需注意的事项 对象就是满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到我们今年是扩大到学生的部分到18岁 那这是小朋友的部分跟那个学生的部分 那另外呢就是50岁以下的有高风险的 譬如说他有心脏血管的疾病或者有糖尿病 洗肾的个案或者肝脏的疾病这些 他只要有这些症状的个案都可以拿着健保卡 然后跟身份证到医疗院所去施打这个公会的疫苗 那另外今年扩大的对象非常的大 就是满50岁以上 不管你有没有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那另外就是在我们机构的部分 譬如说我是住在安阳机构啊 护理之家的这些住民 还有照顾着照顾的人或者是医事人员的部分都可以接种 还有海巡消防等等的这些防疫人员都可以接种 这样还有我们的医事人员的部分 我们是鼓励民众能够早一点到医疗院所去接种 那让自己身体产生这个保护力 才不会让这个流感病毒侵袭到我们的身体 产生一些一些并发症或者不舒服的感觉 这样 用的流感疫苗的合约院所总共有36家 那包括了7家的医院 那另外就是有16家的乡镇卫生所在分布在各个卫生所都有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一些诊所的部分 那在台东市就有7家的诊所有跟我们合约 另外在关山有明安陆野有陆野诊所 那在太马里有人和 这些都是我们的合约院所 那民众可以就是就自己住家比较近的方便的就近的可以打流感疫苗 那尽快在10月1号以后 那前往到医药院所去接种疫苗 一般感冒以及季节性流感属于不同的情形 包含由病毒或细菌引发 或是呼吸道症状是否明显 另外流情性感冒又可以分为三种 单纯型流感 肺炎型流感 以及肠胃型流感等 在此呼吁民众 应及早做好施打疫苗的准备 以便预防被传染的可能 东台新闻综合报道